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C的这个美国商业电视台的首页 那目前还没开盘呢 道琼斯下跌800点 那标准普尔下跌3% 那这个NASDA大概下跌将近5% 还没有开盘 那在它的起因是跟日本有关 那日本整个股市呢下跌了 下跌12.4% 那我们就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了 那个因为那个在盘中的可能不是好看 那这我就就这么看了 日本股市下跌了12.4% 以全天的最低点 三千一百三万一千四百多点 来收盘 那这样意味着明天还继续就暴跌 那这样的话再从加上星期五的话 星期五是5.8% 所以就变成了两天 就是星期五到星期一 下跌了18% 那这就形成了巨大的股灾 那它创造的记录是1987年 1987年大概10月份 当时出现股灾的时候 那是日本走向衰败 走向一个完全没落跟衰败的故事 当时下跌了22% 它现在是两天下跌18% 那距离全年的最低点 是大概只剩了几百点 全年最低点是三万零四百 三万零两百多点 四百多点 那个是在一年前 它从三万多点往上走 那往上走最高呢 它日经指数达到了四万一千多点 所以这就是一个跟头下来 两天的时间 大概两天稍微多一点时间 就把它一年的营收 全都给蚕食掉 全都给蚕食掉 在它的根本 我们就先讲现象了 在这个澳大利亚呢 跌了3.7% 没有那么多 但跟随它比较厉害的是这个 韩国 韩国跌了9% 那盘中大概跌破了10% 那台湾呢 也跌破了 跌到了8% 那唯一能够幸存的 就是表现最好的 就是恒生指数跟中共国大陆 恒生指数跟中共国大陆呢 大陆跌了百分之一点多 不到二 恒生指数跌了百分之 也是百分之一点五 都在百分之一点五左右 那我们知道大陆的股市呢 按照国内的经济学家讲说 几乎可以关了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了 它是这个从含义上来讲 是这样 但是它同样经受不了 大盘的这种 整个的一个推动 这是我看过 我看过这故事的时候呢 从上星期五到现在呢 可能朋友说 涛哥你太迷信预言了 那现在 而现在这个说法 预言家确实说对了 比格斯确实说对了 但只过时间上呢 有所偏差 比格斯一直讲说 九月份十月份 这个到十一月份 他有点说不明白 他看到就是金融危机 跟经济危机呢 他就 因为他不是学经济的 他也就这么去 只是展示他看到的现象 但算法目前来讲 肯定是 肯定是出现了巨色的 这个黑色的星期一 那至于说 美国股市会暴跌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现在看来 从从盘 从我们现在看的状况来讲 已经全都是这么描述 因为在昨天晚上 美国东部时间大概十点左右的时候 川普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川普发表声明说 股灾已经形成 川普自己讲 股灾已经形成 这一切都是拜登所造成的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 他就想说跟日元有关 日元的政策有关 那日元的政策是因为 在日元疯狂贬值的过程中 他跌到了160多日元 换一个美元 结果呢 日本政府呢 日本央行呢 采取了他很少见的做法 就是他加息了 我们很早的时候 那都30多年前 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熟悉这个玩外汇 那时候在国内都没有玩外汇 玩外汇那些人 我们碰到外汇的时候 在国内还没有什么郑州 郑州期货市场 这些都没有 郑州期货市场的很多人 交易员是来自于当时 大概1991年 1991年92年 在北京玩外汇的那些 那些呢 你可以说巴拉黑市 有点那种程度 是香港的交易员 带着他的许可 他可以进入香港 这个交易所 然后来到北京 跟北京的区政府 联手做这种交易 所以他是以服务的概念出现 但他实际在 在就是假借那个交易员 透过在网上投资进行交易 所以在当时北京的雅音村 北京的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 昆仑 还有 还有哪 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东部 那原来在那个时候 在这个 动物园那附近 也就是说高科技园附近 没有 没有 只有一家 大多数都在三云桥附近 建国饭店 那个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 麻烦就是 一天在北京损失了大概 三亿多吧 那个时候你想想三亿多 三亿多美元 那是多少钱 所以那批人是这么玩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 大家流传一些基本的知识概念 就是日元 日元不能碰 因为所有这些期货做法 是日本人发明 而日元的操守做法呢 就是它的突发性 日本政府的干预的突发性 那这一次 他的解释的原因类似 在日元持续贬值 而这个日本政府央行 不干涉的背景之下 贬到了一百六十多日元 对一个美元 他就太低了 太低了 然后他就出手干预了 干预之后呢 就转到日元转到一百四十八 等到了今天呢 到了一百四十二大概 就是一百四十二日元 换一个美元 一百四十二块六 换一个美元 那在日元 在这个股票暴跌的背景之下 日元增长了2.7% 所以他股票跟货币呢 货币应股票就跌 大概就这么一个程序 在这个程序背景之下 他把责任放在了日元身上 那有些复杂 咱说句实在话 那为什么日元去影响那么大 在当时 因为日本的经济的 整个经济实体 就是完全靠进出口 完全靠日元跟美元的 这种交易平衡 去平衡它的外贸的 整个的日本国的经济的收益 状况来调整 那他又不受日本政府 就说 有说就是央行不受日本政府干预 他主要负责 就日本经济的这种 它的影响作用 大概就是要讲起来太复杂 我个人也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概念 所以这一次的原因 他就这么 是这么认为的 而在他的做法当中呢 同时出现的就是 就是这个 美联储 鲍威尔说宣布要降息 日元升息 对不对 加息 美元在降息 那么两边扯 五马分尸 对不对 一个拽脑子 一个拽脚 那么不给扯烂了 所以 几乎发生的时间类似 我们这是从所谓 纯粹经济的角度去说的 没有从预言的角度去说 所以基本形成就是这样形成 这样的话 股灾当到 走到哪 走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但它确实形成了 也就是说 被所有人期待已久的 金融崩溃 金融风暴也就走到真正对线了 它一旦动起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 能够支持它 没有任何人 那比克斯在形容这件事情 预言家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一夜之间 有朋友说这不是一夜之间 那我们看今天会怎么样 那他从星期五到星期一的早晨 如果你中间是休息了 对不对 如果你兵器掉中间休息的时间 不交易的时间 那对头算可不定 也是一夜之间 因为星期五的时候 那道琼斯就下跌 但没有那么跌的 跌那么多 这次下跌最凶的 是来自于这个 NASDA NASDA 就是来自于这些高科技股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 灰达下跌了12% 苹果下跌了10% 特斯拉10% 埋太大概9% 就是基本上集中在之内 英特尔我没有看到 英特尔暴跌多少 我有一个 有一个 简单做了一个 这是消息了 这上有 那对不起 灰达下跌15% 特斯拉12% 苹果10.5% Facebook10.5% 微软10% 这个亚马逊10% 这个谷歌时 也就是说 完全出现在 这么一个故事的背景 那同时间出现 就是 就是这个 比特币 比特币基本上就 不是一般的跌 那是完全跌峰了 我想在另外一个节目中 跟大家说比特币 这里只是跟大家提到 比特币 我们看看这是计时的 比特币 现在是 50,800多克钱 那实际的比特币 已经跌破了5万美元 完全跌破5万美元 那也就说 它的跌幅超过了 16%到17% 那其他的 其他的货币 就是 网上货币 跌了 我叫不出来了 18.65 16.8 18.13 17% 这是我们可以看 盘点上可以看到 那也就说 在比特币 在比特币跌破 5万块钱的时候 其他的货币 会跌破20% 那就基本就 这不是修正 这就是 我眼睛里就崩溃 真的崩溃 他比特币的崩溃的同时呢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黄金 黄金非常坚挺 黄金只跌了1.3% 白银跌了4.7% 那这个 铜 3.6% 那这个白银吧 应该是 4.2% 大概基本上这样 而真正坚挺的是黄金 比特币跌 黄金坚挺 他当然受影响 但黄金坚挺 这是一种神性的东西 在我眼睛里 我这里只是提一下 那我们跟 这是人解释不了的 人们可以从技术上 那么去解释 但是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一波 高科技跌 诸如此类的跌 去羞辱那些 侮辱神的精英 可能 有些朋友就不爱听这些 因为 所有这些超盘 都是这些人造成 我们就讲这个现象了 所以这里头我们提到这种巨大跌幅 这是 这个跌幅就是 什么意思呢 不肯逆转 1987年以来 最大的崩溃 最糟糕的一天 也就是37年来 到38年 对不对 1987年 那他就描绘这种情况 跌破了12% 然后呢 从历史最高点 历史最高点出现在7月11日 11号 蛮有趣的 我们跟大家说过 说7月峰会决定这一切的 从历史最高点下跌了20% 然后里面日经指数怎么怎么 他就讲述这个 里面主要是介绍这个背景 我们用的是英国的美日 我们用的是这个商业电视台 那他里面就讲述了 包括台湾 包括都在跌 都超过了8% 主要是陈述了这么一个背景环境 那另外一篇内容呢 就是讲述了 它叫携带贸易的结束 日元如何撕毁了美国股市 讲得很复杂 我只能说很复杂 携带贸易就是 每日元一定要保持 它的一定的疲软程度 来确保日本的产品 汽车啊 所有日本产品能够以可以竞争的价格 在它一定质量背景之下 可以竞争的价格进入欧美市场 特别是美国市场 所以他 这是他的故事 那当日元跌到160多的时候 那日本车也好 所有日本制造产品 在美国就变成了 接近欧美价廉了 对不对 美国的货比较粗糙 日本汽车呢 就比较精致一点 相对 那特别是在油价高企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么一个成分 就是人们要省钱吧 对不对 要省钱 那当日元从160几 它大概是160几 突然上升到 这里面就讲的是这个东西 从160多突然上升到 他说增长了8% 162上升到 现在看到的140 差了20块钱日元 差了20块钱日元的话 等于是在短 极短的时间里增长了15% 你想嘛 20块日元对1块6码2 你对162 那是这么个意思 增长大概14%到15% 那它的货币增长14%到15% 在短时间的时候 你知道日 那就是 你买一个日本车 对不对 中间可能就相差了几千块钱 就是对于进口 进出口贸易来讲 它都是 很多是以每一页的 就隔夜利率啊 诸如此类的 我只是举这么例子 细节也肯定比我们说的 要复杂多了 而这种东西 是日本人玩的 大家要知道 这种东西 替众外汇 日本人是鼻祖 而今天的国际社会 风行去炒这些七指啊 道琼斯股票的七指 原来那时候 恒生指数的七指 包括纳斯大七指 去炒日元跟美元 都是这样 呃 我们这么说吧 就是 如果 做日元的 你做外汇的 在日元跌到162的时候 你还是看不好日元 你认为它还可以跌到一百七 你做错了盘 那你扔进多少钱 就被吞掉多少钱 因为 当货币 以小博大 就是以这种杠杆作用去去做的时候 你交的抵押力 抵押金只有5% 有的甚至2% 1% 而它暴跌了20% 全给你吞没了 啊 对 荣誉人的儿子 当年 我忘了他是哪年了 2007年吧 就是两房危机的时候 荣誉人的儿子 在澳大利亚 呃 三天赔了两百多亿吧 两百四十多亿 他当时炒澳元 就这么死掉 这个东西不在大户 什么大户小户 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大户小户 你只要利用了这个东西 你一旦操盘手做错了 然后你处理的时候又做错了 你有多少赔多少 有多少赔多少 所以日本人发明的这东西 这里讲的就是再次回归到 很鼻鼠的 因由 因日元的波动 促成了这一波 引发这一波真正的黑色朗尝 从技术上 我们只是从技术上 而我个人的说法 是完全神性 预言中的说的一切 真的对象 这个 这个物容之一 走到什么程度 是另外一回事 他 但是他的时间 是跟 跟这个 那谁预测的时间呢 提前了一个月 甚至了一个半月 但是另外一个女士 叫安妮 她的预言 对了 但她没有讲这么明细 她只是说八月份有很多麻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